33岁的陈小姐在医院担任肿瘤内科临床护理人员 工作被冠上责任制 一天最高工时长达16个小时 疫情急升温更让她倍感压力 投身IC产业6年的黄先生 虽然年薪破百万 但在专案期间每周工时100小时起跳 让她压力炸锅接近崩溃 而年近40的Judy 过去担任电子所厂商的销售员 只要消费者在群组提问 一定要马上回复 让她身心俱疲 因此决定离职 还会收到那个客户的赖 就是一定要回答 必须要回答 或者还有甚至连休假的时候 就是带着我妈妈家人去算算心 也是就是骑车开车路上 还是要停下来又要回复客人 对 因为我都会留私赖 有些客人是不是真的想要购买 可是会收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讯息 有时候半月12点客户还是会传赖过来 那个时候的专案的话 一启动之后基本上我是没有下班 对 就是说随时随地 那可能 礼拜六的时候收一个讯息说 礼拜天礼拜一要需要有什么样的资料产出 那基本上你不可能星期一再去做 那可能就是一定要六日要花时间做 那久而久之就是说 专案一启动之后就再无回透露 对就是几乎都没有下班 就是睡觉吃饭 洗手间上洗手间通勤 然后就是工作 就是这样持续整个专案超过一年吧 我本身是目前担任临床护理师 然后是在肿瘤内科服务 然后目前疫情遇到的状况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疫情升温的关系 其实为了保护护理人员 我们会要求穿全套的隔离衣 那套隔离衣从头穿到脚 大概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才可以完成的穿完 那其实照顾病人是分秒必争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选择一整天的不喝水 不吃饭 然后等到下班之后才脱下那套隔离衣 去上厕所去吃饭 那其实导致非常多的同事 都会出现所谓的肠胃不适 胃溃疡或是泌尿道感染的情况 都会出现在这段时间之内 而且长时间配单酒无口罩 脸上造成的压疮也是很常见的问题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49%的上班族即使下了班 回到家人在处理工事 是否因为工时太长而萌生离异 有53.5%表示想要换工作 另外有33.3%不会轻易求去 根据我们这次调查 现在台湾人平均的工作时数是 每天是8.8个小时 那和劳金法规定的 每周不得超过40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 其实是差不多的 不过我们以整体的国际趋势来看的话 根据劳动部所发布的资料 2020年台湾一年的总工时是2,021个小时 在调查的40个国家当中是排名第四 那从亚洲来看的话是排名第二 仅次于新加坡的2,288个小时 所以以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相对来看邻近的国家 像是南韩是1,908个小时 而日本是1,598个小时 所以相对来说台湾的确是工作的时间 以整体来看的话是比较长一些的 虽然说现在疫情的状况确诊数是在增加 但是其实疫情是从2019年12月就开始爆发了 也就是说从现在到过去 已经有两年多的准备时间了 所以严格来说这一波的疫情 不会对企业的整个安排调度上有太大的变化 那至于说你说工作形态改变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企业 现在都开始采取 不管是分流上班或者是全面在家工作 可以看到不只是全球 包含台湾有很多企业 也因应疫情的状况开始改变工作形态 那这也让我们反思说 是不是从企业的层面来看 也可以相对节省一些企业的成本 比如说办公室是不是真的需要 或者是可以改成是租赁的 或是共享办公室的这个方式 那对于员工来说呢 不用这个在家 如果在家工作 不用到公司上班的话 也可以省去一些通行的时间 还有一些相对的这个交通费的费用 所以也变成说呢 即使是在疫情之后 后疫情时代 企业和求职者也会开始思考说 这个求职的形态 上班的形态 是不是从此就会开始做一个转变 人力银行表示 合法的责任制 绝对不是上班打卡制 下班责任制 雇主还是必须依法给付加班费 提醒上班族要捍卫自己的权益 记者李熙会台北报导 至少 Whis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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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